Good morning 紐約州長庫默週五表示 有證據表明中共病毒會導致兒童罹患嚴重疾病 目前已經有73例兒童罹患多系統炎症綜合症 其中一名5歲男孩 週四已經因為中共病毒相關併發症 在紐約市死亡 而州府正在對其他多起兒童死亡病例進行調查 州衛生廳表示 這些孩子的症狀與山崎病 或中毒性休克綜合症類似 庫默提醒家長 若孩子出現連續5天以上的發燒 皮疹 難以進食 腹部痛 嘔吐 難以呼吸或急促 心跳加速和胸痛 昏睡等症狀應該馬上聯繫醫生 紐約州已經要求各醫療單位 如果有病人出現相關症狀要立即通報 目前已經有數十例潛在病例 另外 庫默將兒童受害者法延長5個月 直到明年1月14號 上層在兒童期受到性侵害的人 可以不受限於追溯期 為自己聲張正義 據紐約州辦公室數據 5月7號單日新增2938例確診病例 紐約州累積確診33萬407例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今朝の主論結果にならない